這個整個外面的類號一定是最外面這一層 指的就是這一整個版型 然後裡面就包一個AD-Tester 我就AD-Tester放在這邊 外面你要不要包類號,你可以自己決定 橫向的類號,這個一定是橫向的類號 這個橫向類號的話 它的Gravity一定要設為中間 否則它按鈕會偏,預設是左邊 就分別把裡面的ID 跟它的Tester分別把它改變 然後寬度的話我是設為60DP 其他的話大概就是用預設的 1 完成之後的話,我們這個畫面就完成 當然你可以選擇要不要做多國語系 多國語系部分的話前面有講過了 所以請各位 如果可以,當然你可以把這個Value 分別再加上 就是英文的環境 日文的環境 韓文 簡體等等 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就切到哪個呢 切到隔壁這邊 Main activity 這邊 OK 那裡面要做哪些事情呢 實際上 這一邊要做的事情呢 跟前面是互相呼應的 也就是說 你要做什麼其實不需要用背的 或者是說你要去參考什麼 實際上將來 你到底 這一個 畫面裡面呢 哪一些是 輸入端 Input 哪一些是輸出 哪一些是 有什麼動作 OK 那由誰決定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就是 你要先取得畫面上面的 比如說像這個是 我是 輸入來源 當使用的輸入之後 假如 他輸入123456 那按下確定之後 OK 他就可以跳出 那跳出之前我們是跳在那個Test View 不過今天的練習是跳在下面這邊 會有一個叫TOS的東西 跳在這上面 如果是123456 那就是密碼正確 反之 如果不是123456 就是錯誤 這很簡單的邏輯 其實 那如果你這樣要做一些複雜的 你在自己形態修改 我們主要是 了解 TOS的什麼使用方法 那我想 這個 怎麼去 建立那個 元件的連結 前面做蠻多的 所以 大概原理 都跟前面一樣 第一個 畫面上面 我們有個ADTest 所以特別重要 你宣告的時候 你會需要宣告一個ADTest給他 然後在總共會有12個按鈕 所以我們也是 宣告 也許是 B1到 B12 反正這個順序你可以自己再改變 或者是其他名稱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我的做法 基本上就分成 三個步驟 一 做宣告 所以宣告物件 那 我需要有一個ADTest 去存放 元件上面 畫面上面的 那個元件 那把它放在 我的程式裡面才可以運行 所以第一個 我先宣告一個叫ADTest 當然前提一樣 這邊因為我已經有import 已經把它import進來 所以呢 假設我這邊沒有import的話 他會 顯示錯誤 沒有關係 LT加Enter 把它import進來 OK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import 所以呢 會有一個ADTest 再加上 12個按鈕 那12個按鈕呢 我分別就是 B01 到 B09 總共1到9 再來的話 下面有個 Clear清除 跟確定 還有結束 總共會有12個按鈕 那我就 把它做一個宣告 也就是說以後 如果你 這個 設計流程大概就是 先宣告 第二的話呢 因為我畫面上面有的 我必須要跟物件做連結 所以連結部分的話呢 我們一樣做 那特別注意 連結的位置 是在 SetContainView下方 我們要 做第二個動作 連結元件 做法上其實也是一樣 你可以透過什麼 做強制轉型 然後呢 從哪邊呢 從那個List 點FindView 把ID 去R裡面 我講過 前面講過 R的話會自動產生 到R裡面去找什麼 有個ID 叫做 AEDATM 不過實際上這個應該你點下去 應該就會自動出現才對 也就是你這個地方呢 直接去點它 它會自動去R裡面呢 幫你去找找看 有沒有這一個 有沒有這一個那個 這個輸入法 常常就 OK 那裡面的話呢 你會去找到 有一個EDATM 這個 自動會幫你找到 OK 不過前提是你的R沒壞掉了 那如果你壞掉的話可能會找不到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分別把 這個ADTest 跟那個12個Button 全部做連結 所以第一步跟第二步都一樣 第3個的話呢 就是建立事件 那事件的部分的話 就是當我按下1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呢 先 取得 目前裡面有沒有輸入東西 如果有輸入東西的話呢 那在後面再加上1 OK 那我們這個事件的話當然 我們可以 直接 在底下建立一個 B01 那這個前面我們講過了 你可以點set 有沒有點一個set All unclick 這邊有個listen Enter一下 在裡面呢 建一個new 一個 New一個什麼呢 在button上面 建一個什麼呢 unclick 所以你這邊 這個有些是要自己打上去 在那個 這裡面 這裡 unclick listen 那或者是你可以 直接從這邊unclick listen 直接複製一下 把它貼過來 自己再加上一個 小瓜糊 或者你打個view 也可以啦 在view上面 鍵也可以 小瓜糊 然後後面加一個大瓜糊 再來的話呢 把它移到這邊的話呢 它會自動幫我怎麼樣 新增未實作的方法 這邊打錯字了 所以它不會出現 OK 那這邊的話呢 按 Auto鍵加Enter 它會自動問你說 你這裡面有大瓜糊啊 你沒有實作 是不是要幫你實作 你就點兩下 OK 然後呢 它會問你說你的方法是不是這個unclick 是 OK 那它做什麼呢 主要就是取得目前的那個adtest裡面的 裡面的文字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可以 這個比較簡單 我就直接 用這個參考 OK 那裡面的話呢 當然第一個 我先取得目前adtest裡面有輸入文字 並且把它轉換成字串 丟到哪裡 丟到那個swing的這個變數 我建一個 字串變數s 這個是java的概念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 把它重新更改 加上什麼 加上一個1 那其他都一樣 1到9 都一樣 OK 然後呢 可能會有不一樣的 大概就是清除 清除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用上個禮拜的概念 把上面的最後一個字清掉 這個好像有講過 substream有沒有 另外還有確定 重點在這裡 toss的部分 這個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請各位 試著把那個main activity 部分 再把它完成 所以剛剛是 1宣告 2的話呢 是連結 特別注意就是說 這邊呢 我們 建的main activity 預設的話 它是用action bar activity 不過我發現 你可以把action bar activity刪掉 沒關係 只要 是 Activity相關的 類別 其實都可以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謝謝